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发的水深最深 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大气田 那深海一号目前的投产情况怎么样 我们中国的深海开发有什么样的前景 深海开发还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工作呢 我们邀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 领水牙城作业公司的资深工程师雷亚飞 请他对上述话题进行解读 雷雷尾 您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深海一号目前的生产运行情况吗 深海一号气田在2022年已经完成了天然气产量30亿方 这个产量也就是我们气田的设计的最大产量 目前的天然气呢 目前的深海一号的产量呢 持续以最高的产量在进行生产 深海一号气田呢 目前的主要用户呢 应该是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香港终端 也就是我们的给香港的中华电力供气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送到了高南中段 这个气呢 主要是送给我们整个广东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天然气呢 也分配给了海南 深海一号的投产呢 就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海游 或者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是吧 具备了在我国全海域的石油天然气的勘探 开发处理能力 我国就成为少数几个 或者是说极少数吧 就是几个能够独立完成 深海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国家 在深海的深海一号 它是一个浮动平台 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它是否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呢 深远海的平台 比如我们深海一号呢 它是半潜式的 它是浮动的 这种平台呢 我们是受海浪的影响呢 会有很小的摇动和晃动 如果说是风浪特别大的时候 像我们冬季风 风速最大可以达到12级 这种情况下 平台的摇晃呢 可以达到2度左右 深海一号呢 目前已经经历过一次 很大的台风 台风顺势风力已经达到了15级 平台是有些摇晃 但是呢 整体的 从我们整体的平台的摇晃的程度 和这个平台在风 台风情况下的位移程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优于设计的 深海一号是可以 现在可以说是很安全的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深远海的开发呢 它有什么样的前景和意义 就是说现代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年线是吧 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 那么呢 陆地上或者是前海的开发 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成熟 探明的这个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所以说呢 深海的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呢 现在是目前属于我们石油天然气开发的 就是说最有前景的一个领域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最近几年吧 全世界发现的大型的油气田 将近100多个 那么呢 60%这种大型的气田呢 是在深水发现的 那么我们深水开发有这个能力之后 后续如果我们在深水发现的同样的大型的油气田 我们就具备自己独立能力去开发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因为我们有独立开发深水油气田的能力了 我们就可以走向国外 那么有了这些深水的油气资源的 就能够有效的提升 首先是提升我们国内的油气石油天然气的产量 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中国海油 或者是我们的中国石油工业是吧 走向世界 在世界上去发现深水的油气资源 去开发 去获取更多的油气资源 今年上北京开两会 您关注哪些领域 要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说我这次上会呢 做了一个建议啊 是关于我们深水原海的应急救助 那么为什么提这么一个建议呢 他这个建议呢 是要从两个方面出发嘛 第一个方面呢 填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 第二方面呢 通过我们国家层面的实现这个技术 就是说我们深水原海救助技术的一个机制的建立是吧 提升我们这个国内在深游海开发 所需要的技术的短板 进一步把它填补填全 构建一个深游海应急保障这样的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因为深游海救助呢 在我们国内是没有的 但我们深游海救助呢 在国家 在我们国内是现在需要呢 是越来越大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 我们现在的深水运营的平台 有我们深海一号 未来我们还有深海一号二期 还有更多的深海项目的开发 这些深海项目的开发呢 油气运营的安全救助保障 那么需要有这样的机制来保障 和这样的就是运行 这样的这样的设备设施 或者是这样的队伍是吧 进行保障 这是我们需要的 深游海技术技术呢 在全世界呢 现在只有四家机构拥有 都没有在我们这个太平洋的西海岸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在太平洋的西海岸 或者是在我们南海地区 或者东海地区是吧 包括我们东南亚地区是吧 如果我们有了这么严严的一个机构 我们就能有效地去帮助 就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这样体现了我们大国的担当和能力 我们知道深游海的应急保障机制 需要软硬件的支持 我们国家目前有这样的基础吗 我认为应该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我们在深游海的探测方面呢 包括深游海的开发方面呢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在就是海南岛 我们有一个深游所 那么我们还有蛟龙号 是吧 还有深海勇士号 这种就是说深水的潜水设备是吧 那我们随着我们深海一号的开发是吧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深水设备 同时呢 我们通过这个深海探测是吧 和我们深海的开发 我们也如构积累了很多 关于深海的知识 和对深海的认识 谢谢雷代表 我们中心社本期的两会面对面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